市面上越多标榜天然上好的保健食品 网路上也有民众对合成维他命提出疑问 面对不同的说法 到底什么才是正确的 大家一般认为天然的来源会比较好 但是其实不论是科学合成 或是天然的维他命矿物质 两种之间的分子结构其实是很相似的 那在吃进人体之后呢 其实在吸收上差别并不是很大 现在有些营养元素它是合成的分子 活性会比较佳 从医学的演进历史来看 科学家从天然的成分中 去找出对人体有帮助的一个营养素 经过科学的调整 去除有副作用的影响成分 仅留下好处的部分 因此会有一些科学合成的营养分子 它的吸收会更加 更容易被身体利用 例如合成形式的β胡萝卜素 就比天然的β胡萝卜素 更具活性好利用 因此一般民众会质疑说 合成的β胡萝卜 它的吸收率会比较差 这是错误的 经过科学的方法调整 它是能够帮助我们的营养素 在体内有更好的一个发挥作用 请他订阅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